欢迎来到美厅 到了一定年纪 请学会精神内收 南淮锦先生年轻的时候 曾满怀热忱地前往山上 向一位德高望重的高人 请教修行之法 下山临别时 高人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看花时 不要被花迷了眼 而是要向内收 如此才能收拢精力 增加能量 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中 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 无意识地被外界形形色色的 各种事物所干扰 繁华喧嚣的都市街头 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 虚拟网络的海量信息 复杂的社交关系 工作中的竞争压力 生活里的琐碎烦恼 诸多的外在因素 如潮水般涌来 让我们应接不暇 然而 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 身体机能逐渐衰退 时间和精力 都已然大不如前 倘若此时仍不懂得 向内安顿自己的心灵 如同在茫茫大海中 失去了罗盘的船只 盲目地随波逐流 最后只会不断地消耗 自身本就有限的能量 让自己身心俱疲 陷入无尽的疲惫 与迷茫之中 那些真正活得舒服的人 懂得在喧嚣与纷扰中 坚守内心的宁静 不被外界的虚荣和浮华所迷惑 他们深知 只有向内收敛 才能在有限的时光里 积聚能量 让生命绽放出 更加绚烂的光彩 漫画家基米曾意味深长地说 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 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倘若一个人 总是习惯无休无止地仰慕他人 就极其容易在不知不觉中 对自己所拥有的幸福 视而不见 置若罔闻 当一个人陷入这种盲目的比较之中 往往会变得焦躁不安 自我怀疑 内心的宁静被打破 自信也逐渐被消磨 其实 与其在这样无果的比较中迷失自我 不如学会悦纳自己 坚定不移地专注扎好自己的根基 华裔数学家王章诚的经历 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22岁时 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 与他一同毕业的大多数同学 都毫不犹豫地 选择去那些声名显赫的大财团 大公司谋求高薪职位 然而 只有他毅然决然地扎进了加州的一所 毫不起眼的私人研究室 而且这一干就是漫长的十年 在这十年之后 他以往的那些同学 纷纷在商界展露头角 摇身一变成为了月薪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精英人士 他们驾驶着豪车风驰电车 居住在豪宅中享受奢华 身边还伴随着漂亮迷人的伴侣 可王张成却依然收入微薄 过着捉襟见肘 拮据寒酸的生活 即便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 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 连房子都买不起的书呆子 但令人钦佩的是 王张成从来不会去羡慕别人 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 而是心无旁骛地 一心投入自己所热爱的数学研究事业当中 或许在外人眼中 他的生活与别人相比 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他本人对此 却丝毫不在意 不为所动 他全心全意地潜心研究数学 终于在三十五岁时 成功攻克了两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从此声名远扬 一举成名 后来 他接连收到了来自 美国十多所大学的诚意聘书 还当之无愧地成为 世界上公认的数学之王 有位作家曾经感慨万千地说 我们都是远视眼 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 人生就好似一个圆 他拥有着无数条半径 也就意味着 拥有着无数种截然不同的可能 从历史长河的诸多故事中 我们不难发现 成功从来没有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 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 以及其所处的时区都各不相同 不要在别人精彩分成的世界里 迷失方向 彷徨失措 亦不要愚蠢地拿别人的尺子 来丈量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 唯有把目光坚定地向内转 将能量巧妙地内收 我们才能够守好自己的独特节奏 活出那无可复制 限量版的精彩人生 新领导师威尔·鲍温曾深刻地指出 消极的思想就像我们通过抱怨 剥洒在这个世界上的种子 它们会生根发芽 生出更多的消极因素 在这漫长而充满波折的人生之旅中 可谓苦乐参半 我们无可避免的总是会遭遇到一些 不称心如意 事与愿违的事情 倘若每逢遇事 只知道一味地埋怨他人 把责任统统推卸给外界 就极其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怨恨的怪圈之中 难以自拔 进而让原本充满希望的生活 被阴云密布所笼罩 那些活得通透 睿智的人都深谙其道 懂得从自身去探寻根源 反攻自省 以实现自身的持续成长与进步 提及美国人机馆李大师吉格 他的早期经历可谓发人深省 在事业刚刚小有所成之时 他便开始变得目空一切 不可一世 他整日里不是喋喋不休地 抱怨领导的思想迂腐陈旧 就是刻薄地挑剔同事做事 笨拙无能 亦或是满腹牢骚地吐槽客户的要求 过于严苛苛刻 长此以往 大家对他的这种消极态度 逐渐心生厌烦 以致他的人际关系变得一团糟 曾经的合作伙伴也纷纷离去 客户大量流失 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 吉格就像一只无头苍蝇般 年转更换了17家公司 最终也因此深陷巨大的财务危机之中 生活变得举步维艰 直到后来 新公司的一位领导 语重心长地提醒他 你应该多注意自身存在的问题 而不是整天毫无意义地挑别人的词 吉格听闻这番话 犹如醍醐灌顶 这才恍然大悟 并开始深刻认真的进行内行反思 他终于痛心地发现 并非外界环境对他不公 而是自己喜欢怨天尤人 抱怨不止 常常把责任推给他人 才导致不被公司重视和委以重任 从那之后 吉格彻底痛改前非 不再满腹牢骚 怨声载道 他开始尝试 以平和友善 积极乐观的态度 与每个人相处 脚踏实地 兢兢业业地 做好自己手头的每一份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改变 他惊喜地感觉到 工作越来越顺心如意 也真切地感受到了 周围人对他态度的转变 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善意和支持 三年后 他依据自身这段曲折 而又宝贵的经历 精心创立了人际关系课程 该课程一经推出 便大获成功 迅速登上畅销榜第一名 杨将先生也曾意味深长地说 怨气就像毒药 攻击别人的同时 也容易误伤自己 人活一世 切不可让自己活得 如同一个身陷困境的落难者 被生活的怨气 紧紧缠绕束缚 一味地怨天尤人 抱怨不休 不仅会让我们持续陷入 抱怨失败的恶性死循环之中 难以挣脱 还会让身边亲近的人 对我们望而却步 敬而远之 使自己逐渐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 欲是不怨天尤人 不抱怨不休 积极转变心态 默默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才是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当我们真正懂得向内归因 深刻自我反思的时候 便能在内心深处 催生出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向上力量 让原本暗淡无光的生命 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绽放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 范伟所饰演的火车司机王响 其命运波折的经历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他原本置身于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之中 拥有一份令他引以为傲的工作 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然而 随着儿子的意外去世 这看似美好的一切 瞬间化为泡影 如同绚丽的泡沫在瞬间破灭 他从此一蹶不振 仿佛迷失在黑暗的深渊之中 执着于寻找儿子死亡的真相 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 他甚至忽视了对妻子的关爱 全然放弃了自己曾经热爱的工作 以及充满可能的未来 儿子的骤然离去 成为了他内心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就像一块沉重的巨石 一直压在他心底最深处 整整二十年的执念 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 紧紧束缚着他 让他再也无法勇敢地向前看 最终 妻子满怀怨恨 绝望地自意而亡 这个家庭彻底支离破碎 而他的人生也如同坠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 不见一丝光明 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无论多么令人痛心疾首 都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定局 即便在如何追悔莫及 也终究无济于事 无法改变继承的事实 与其让自己沉溺于无法挽回的往事中 活得欲寡欢 痛苦不堪 不如学会坦然释怀 迅速地翻篇 勇敢地迎接新的生活 导演贾张科年轻时 为了生计 经常不辞辛劳地 为别人撰写剧本 以赚取稿费 有一次 他秉持着诚信和敬业的精神 按照事先的约定 精心为一位老板 创作一部长达二十集的电视剧本 然而 当他饱含心血地 写完最后一集时 却迟迟没有收到相应的合理报酬 不久之后 由于生活陷入了困窘的境地 贾张科不得不硬着头皮 放下尊严 去向那位不讲诚信的老板 索要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板竟然毫无廉耻地 拿两箱卖不出去的杯子 当作所谓的稿费给他 还肆意嘲笑他愚蠢 当初不知道签订合同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那一瞬间 贾张科感觉 有一股难以遏制的气氛 如汹涌的潮水般涌上心头 但当他踏出那扇门之后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努力将这件令人愤懑的事抛出脑后 不再让他继续困扰自己 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热爱的电影创作中 后来 贾张科凭借 山河固人 小五等多部 筷智人口的经典作品 在竞争激烈的电影界 崭露头角 成为了一位举足轻重 备受尊敬的人物 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云淡风轻地说 将军赶路 不追小托 这是太小的一件事 没必要为此执着 作家一书在 纵横四海一书中深情地写道 有些事一旦过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走了之 别柔长百转 自怨自艾 别心又不甘 怨天尤人 结束才是新的开始 在这世间行走 阻碍我们不断成长 进步的 往往正是那些始终放不下的人和事 若总是执拗地纠结于过往的是非恩怨 不仅会耗费我们大量宝贵的心力 让我们身心俱疲 还会将自己折腾得满身力气 如同被愤怒和怨恨所吞噬 进而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中 无法自拔 定期给自己复位归零 就如同给心灵来一次大扫除 关好身后的门 定期那些沉重的包袱 向内修行 提升自我的心境和智慧 这才是成年人最为明智 通透的活法 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需要腾出内心的空间 学会坚定地向前看 只有如此 方能怀揣着勇气和希望 一无反顾地奔赴那美好而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作家马德曾深刻地说 这个世界 探似周遭嘈杂喧嚣 各色人等形形色色 如泥沙俱下 纷乱复杂 然而本质上 透过现象看齐内核 这依旧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内心澄澈如水 世界就会纯净无瑕 你若心境简单纯粹 世界就难以变得诡谨复杂 在这匆匆而逝的人生旅程中 时光短暂如白居过系 与其徒劳地把宝贵的精力 耗费在外界那些毫无实质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上 不如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经营好属于自己的生活 学会珍惜自己那有限的心力与能量 显得尤为关键 让自己全身心地活在当下 将注意力聚焦在眼前的人和世上 少一些盲目的比较 多一份与自我的和谐共处 方能在纷繁的世界中自得其乐 我们常常陷入于他人的比较之中 羡慕他人拥有的财富 地位 名声 却忽略了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幸福 如同那只头上绽放的花朵 各自有着独特的姿态和魅力 当我们减少比较 专注于自身的成长与进步 便能发现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享受那份源自内心的宁静与快乐 少一些无休止的抱怨 多一份深入的自省 才有可能得偿所愿 生活中难免会遭遇挫折和困难 但若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 只会让我们深陷消极情绪的泥沼 而通过深刻的自我反省 我们能够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从而有针对性的调整策略和行动 向着目标坚定迈进 最终实现心中的愿望 少一些毫无意义的纠缠 多一份豁达的释怀 便能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 过往的是非恩怨 爱恨情仇 若死死救助不放 只会让我们的心灵沉重不堪 学会放下 以宽广的胸怀 接纳过去的一切 让心灵得到解脱 才能轻装前行 领略人生更美的风景 余生漫漫 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 愿我们都能深刻领悟到精神内收 向内探求的真谛 不被外界的喧嚣和浮华所迷惑 在岁月的流转中 活出那份轻松惬意 自在洒脱的人生 如同那在风中自由摇曳的花朵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我认识你能 offline